欢迎来到学习学习学 今天要看中文字版这道题 这是一个传球问题 现在从A开始 然后我传到64之后 又回到A 所以中间经过5个人 这边回到A 那今天再传的时候 不传给自己 那我们这边可以简化下思维 就是把它分成A跟背A的 例如说我今天 它可以怎样 传成背A再到A 那这边可以在 有种情况是A中间经过两手 那这边的几率是多少呢 只要是从背A到A 这个几率是上次2分之1 因为比如说是B B这种两个选择 可以传给A或传给C 但是对A来说 传到这个背A几率就是1 所以这边的话这边就两个是1 但是这里有什么 这里有2分之1 这边是1 2分之1有三次 所以这个几率就是2分之1的三次方 那这是A经过中间两手的 那如果中间有一次A 中间一次A的话 等下我们这边 就是什么 可以摆这里 或者是摆中间的 或者是摆后面的 所以这里有三种情况 都是中间经过一次A 那这里就经过一次A 它的几率是多少呢 这边的话就是2分之1的四次 再乘上3 因为这里是B 那其他部分都是2分之1 所以2分之4乘上3 这几个概念上可以用书装图 但是书装图的话起来有点多 所以我们只要分析一下我们需要的部分 就根据A经经手两次 经手一次 跟没有经过A 那接下来再把书装图的几率算出来 就给大家答案